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装孔同争骗局 绘本没有鼓励同志 认识才能取代歧视 后来我当了妈妈就觉得我要和我的小孩说什么是同志什么是性别平权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小时候也没有学过怎么知道怎么跟小孩说 还好那时候我接下了国王与国王的翻译 我小孩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看什么他也会过来看 所以他就看到了这本书 觉得很好看 图很漂亮 固执很有趣 所以我也有机会跟他聊性别平权 我发现他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这本书 因为他觉得男生和男生本来就可以相爱结婚 他看了第二集国王与国王与他们的家 后来帮他们画了第三集国王与国王搬家计 因为这本书我们也谈到了同志受到的歧视 同志争取婚姻的不容易 还有我们可以怎么做 当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元 更平等 更能够接纳不同的人 我觉得对于陌生的事物我们都会感到害怕担心 只要了解了 但是就不会害怕担心了 那身为妈妈 而且我还是一个故事妈妈 我必须老实说 其实这一本绘本 这两年来 我跟各个年龄层的孩子都有说过 包括学龄前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是小学生 他们都有看过这一本绘本 那么对于学龄前的孩子 他们不是字 我们就好好的带着他读字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这本绘本非常的可爱 然后看着就跟我哥哥滋滋的笑 那对于小学生 比如说我的孩子 他自己看了这本绘本之后 他也会对应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就说 哦 国王和国王 王子和王子 那就是某个妹妹的爸爸和爹地那样吗 我就说对啊 然后他就看了就 哦 了解了 知道 所以对于这个绘本 它里面一些对于反同家长 他们所提出的不适邻的这样的说法 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 高中的孩子 然后他们对于那公投结果非常的不解 他又不了解说为什么统治教育 没有办法放在学校的课纲里面 为什么要被反对 他又说为什么大人要替我们决定这些事情 所以我后来就思考 也许我们大人 我们这些家长 可以回头来跟这些其实 有受过性贫教育的孩子们回头来学学 其实性贫教育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而且性贫教育是需要从小做起 相对于一直对这个议题有点恐惧的家长来说 他们希望LGBT的议题能够在学校的教材里面 零检出 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妥 我们反倒想要求他们能够把这些对于性贫的 在教室里面本来就有多元特质的家庭跟孩子的存在 就像现在可能就有很多同志家庭的孩子 或是同志的学生坐在教室里 跟其他同学一起学习 那像《国王与国王》这本书 就是透过让孩子们因为看到这本书 可以知道这个教室是接纳同志 接纳他们理解他们 而且在这个地方是有属于他们的位置的 同样的其他的孩子看到这本绘本 也可以很自然而然的知道 在他们学习的环境中 本来就有每一种不一样的人的存在 没有人因为不一样而被排除在外 那我们必须要透过学习阅读 还有尊重跟理解差异 才有可能承接住每一个孩子的需求 让每一个孩子不会因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在教室中在校园中被剥夺学习的权益 所以如果我们收回了《国王与国王》这本绘本 就等于否定了这些孩子的存在 那这样子排他的观念在校园中 是不是符合孩子的学习经验呢 还是只是一种降低了某些大人对于 差异的恐惧焦虑 我们在教室里面放得共底的绘本小说 还有童话故事 大部分都还是一心恋半本的故事书 那如果我们认为说让孩子 看见一个国王与国王结婚的故事 就是在教孩子统治情欲 那么我想请问大家 一心恋的故事是不是也在教导孩子一心恋的情欲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把一心恋的 公子王子的故事回收呢 这最后的差别待遇 透露哪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请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最后一点 在我自己跟其他伙伴任教的教学现场 都曾经有过是同志的孩子 像老师出柜 或者是班上有同事家庭孩子的生死经验 那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够在教室里面 自在的和同学一起学习成长 就是因为我们老师透过各种媒体 小说桌游绘本 像是国王与国王 穿裙子南海等等这些素材 带领孩子们看见生活中各种差异的存在 而且明白每一个人都是独特而珍贵的 不能被排除在外 我想身为老师 要培养孩子有这样的高度和素养 就是我们在教育世界上最大的价值 而为了让孩子能够跟我们一样有这样的高度和素养 我们不可能舍弃国王与国王这样一本适合孩子阅读 而且它充满趣味与教育价值这一本好学 首先呢我要严正抗议 这群人以全国家长的名义代表我们的意见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想法 可是他们就以全国家长的身份出来说话 而且背后要传达的是这样压迫人权的想法 这是我们要严正抗议的 第二点 听说有些人反对这个绘本的理由呢 是因为里面的故事呢 有一个角色再婚 有第二段婚姻 那反对的人觉得呢 这违反了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这个理由非常的荒谬 我们大家都听过很多的故事 或者说很多的伴侣 是因为不愿意 或是不敢 或是没有办法离婚 那彼此的关系变得多么的扭曲跟不快乐 而且呢 小孩常常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那如果呢要觉得婚姻很神圣 那这没有问题 可是我要说 人类的情感自由是更值得也更应该被优先维护跟尊重的 凭什么为了维护传统就叫人家不能改变关系 最后呢我要说 如果我们对爱有更深刻的认识的话 其实就会知道 人的性别认同 性倾向 还有性别气质 从来就是有很多种样子的 这个很正常 我们今天生下小孩 不会说因为他是男生或女生 就比较爱他或讨厌他 那今天故事里面的国王 也不是说 我就是喜欢男生 所以我一定要喜欢另外一个国王 我们爱一个人 或者说我们爱自己的孩子 都是爱他这个人的本性 我们其实要非常强烈的谴责 新北市政府 因为下架这个动作 其实他不止 今天我觉得这个争议 并不只是性别平等教育的争议 今天下架这个动作 其实他是前置了言论自由 跟出版自由 因为出版自由这件事情 言论自由本来就包含了出版自由 那新北市政府把书下架 其实他就是一种思想的审查 那而且针对言论自由 本来就会有一个双阶理论 那国王与国王 他的内容其实是 要谈的是包容跟多元 他是属于高价值的言论 但是呢 政府就应该要加以保障 但是呢 在歧视跟反歧视的两边 新北市政府跟花莲县政府 基本上他们是站在歧视的那一方 等于是巩固跟家常的歧视的行为 其实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政府 他应该 就是应该要承受住这样子的压力 然后站在反歧视的这一方 要跟大家站在一起 因为LGBT零减出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歧视 那歧视的行为 基本上本来就应该是属于 低价值的言论 他不应该被采纳的 所以我们真的强烈的呼吁 各个县市政府应该要站出来 支持性贫教育 然后维护言论自由 那这个绘本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在洗脑 洗脑孩子对未来婚姻家庭的一个梦想 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梦想就是我们所说的愿景 我们所说的印象 Vision 孩子对婚姻家庭是怎么组成的 有他的一个憧憬 有他的一个梦想 当这个梦想到这个愿景被改变的时候 他的一生都会受影响 也就是当他的印象被改变的时候 他一生都会受影响 这本书把结婚连结到不快乐 连结到被逼迫的一个景象 但是把同性婚姻连结到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则到众人的祝福的这样的画面里面 画面是会给孩子很多的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这本书最大最大的危险 就是让孩子不以为他自己就是同性恋 还有改变他对婚姻家庭的一个愿景 一个梦想